Ryo聊世紀 天梯流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這場非常非常的特別 是八人混戰 是戰國時代那種 大家都沒有隊伍 一人一隊 然後各國都是那種頂尖的玩家 這裡面所有的名字的玩家 都是天梯前50名 或者是100名以內的玩家 所以算是世界頂尖的一個 戰地之王的一個地圖 這張雖然是叫阿拉伯 但是它是比較有特殊的遊戲模式 這個模式只要你的兵到這個中間 這個紀念碑就會變成你的世界習慣 那你這個世界習慣只要時間到的話 那你就會拿到勝利 那時間只要每換一個玩家的話 那這個時間都要再多增加10年 那就變成能結束的時間會越拖越晚 但是我發現 這個模組的這個世界習慣勝利 好像不會顯示出來的關係 所以這邊就要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觀看 這個勝利條件是怎樣 那我印象中 這個在一般的模式 會比較能清楚一點 右邊會挑選一個世界習慣倒數 那我不太確定這個模式 會不會出現世界習慣勝利的倒數時間 好 那我們稍微來簡單介紹每一位玩家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土耳其是Slam Slam的話是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或是職業比賽裡面 都很常出現的一位職業選手 那他跟Miper是同一個戰隊的 那他的實力也是非常不容小便的 那也是我的心目中排名前十名的頂尖玩家 好 那再來看一下紅色米格爾 那米格爾他 我對他不熟 我看他比賽也很少 天梯上打的也不多 但他好像也是一位實力不錯的玩家 那天梯排行是在23名 也算是非常前端的一位玩家了 好 那他的文明是西西里 好 我們來介紹下一個 那一位是F1R1 好 這位玩家是綠色 那他的文明是瑪札爾 那他也是常常在我們影片裡面出現的一位玩家 就是頂階的天梯裡面 會出現的一個玩家 那他的玩法 比較算是那種強弓型的玩法 不太注重經濟 那防守來說他比較偏弱一點 我對他的觀察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群國戰雄裡面 他會用什麼樣的打法來對付大家吧 好 那我們來介紹黃色 黃色應該不用多介紹 這個就是我們影片裡面最大的 刺激帝國之神 Viper Viper也是屬於聚勒戰隊的 這邊的話 Viper這邊打的蠻特別的 是先出棒棒然後去站中間 看來他還是很想要 趕快解釋這場遊戲的感覺 趕快去站這個世界奇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ACCM 青色葡萄牙 那ACCM的話 是我心目中越南玩家裡面最厲害的 我印象的話是越南人 那C地國裡面 他這個實力喔 也算是 在我心目中也是前十名的玩家了 雖然他是越南人 但我不能有這種 國籍上的一些騎士或什麼 他只要是厲害喔 不管他什麼國人我們都會記住的 好 那來看一下 紫色 紫色是 這一位也是天梯上場出現的高手 那他也是在排名前50還是前100裡面 我不記得 反而他前面也是非常的前面 每次打開那個排名榜裡面 一定會看到他的名字 那他也常常在我們的頻道裡面出現 那他的文明就是選擇高米了 高米有這個異次元農田能力喔 所以他這個農田速度效果非常非常好 好 那再來看一下 欸怎麼有兩個人同顏色 欸這個顏色 喔他這個顏色有點失誤喔 有點BUG 那來看一下這個顏色調換一下好了 欸看一下喔 好有變成正常顏色了 變成灰色了 OK 好 那灰色是在這裡 這裡算白色了 那這位是我們的肥龍喔 那以前CD國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位叫邪龍的 好像跟這位肥龍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邪龍的話 雖然他不是很頂尖的高手 但是以前在CHIP的頻道裡面有常常出現 那由於我也是很久以前就是玩CD國玩家 所以也不太知道現在邪龍在幹嘛 不過有觀眾知道的話 請麻煩告訴我一下邪龍他在幹嘛 那這位肥龍呢 算是CD國裡面超級厲害的一位玩家 那我記得我以前有遇到他 但我好像被他打爆 我只贏過一場的樣子 記得戰績是兩 兩敗一勝吧 我遇到他三次了 所以就是 雖然成績不太好 當然他確實是一位實力也是認同的一個玩家 也是頂階玩家的質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是Yo Yo的話 應該不用多介紹 他應該是現在世界公認的 中國第一場的玩家 我覺得他的玩法也蠻像viper的 我覺得他最近年的打法 越來越像viper 屬於比較喜歡開農 然後開點的 然後精細節操作也是拉滿的一位玩家 所以在各種大賽裡面 很容易看到Yo 常在排名前面的一個狀況 他的玩法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viper viper就是他的怪招很多 但是Yo的話就是那種中規中矩 還是會打一個蠻強勢的玩法 但是不會有一些太奇怪的招出現 就是一個比較保守派 但是又有兼具實力的一位選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順便講一下又是波4 那波4的話 城堡時代 這個工作效率會變得更好 因為他TC會更多 所以這個城堡時代 這個波4的效率就會正式起飛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 Slan這邊居然先把自己圍起來 那像這種比賽裡 通常啦 因為大家都是沒有隊伍的 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敵人 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通常要先把自己給保護好 好千萬不能被燒了 但是通常打這場比賽的玩家 應該是不會想要去打一個前期快攻 因為你如果你是打前期快攻的話 就導致你說 你前期的經濟都被浪費掉了 沒辦法好好的發展 所以導致你中後期 很容易被一些載能的玩家 直接大後期一波帶走 這個情況是蠻常有的 好那這邊 我跟米格魯想要來站中間 但是viper有沒有 我就說viper的怪招很多阿 他直接來圍這裡圍牆阿 想要直接快速拿下這個 世界奇冠的勝利喔 太狠了 這個真的是太無情了 好那這邊伺候兩邊 互相調戲一下阿 血量都到了一半 那這裡是出了雙棒棒 那viper這邊是選於波西米亞 那波西米亞他有個特點 就是他打陣地戰很強 但前提是要狗刀帝王實在才行 因為波西米亞本身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他只有大學那些喔 經濟上比較省一些資源 但並沒有太多的一些加成 好那這邊看一下其他文明的發展 ASDC這邊打一個標準的職程玩法 四級跟兵生場都蓋下了 然後沒有造任何的軍事建築物 農艇也撒的蠻少的 那這邊看起來應該是要主力撒田 然後趕快上這個城堡實在 黃金也在挖了 建築都蓋好 那這邊有點 不太清楚 他這邊打法有點特別 但是我覺得他的配置是OK的 配置是很正常的 這邊六個 這邊四個 石木挖 然後四個果樹 對都是正常 所以蒜田還不夠啦 呃 待會可能再過一兩分鐘 他就可以上城堡實在了 好 那來看一下米格魯 米格魯這邊的配置喔 跟這個ACCN差不多 但是他的田比較早傻 你看很明顯 所以ACCN這邊田好像慢了一點點 但問題不大 高手大概都慢個幾秒鐘 這個田 為什麼我一直常常講田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田 上城堡實在速度是非常關鍵 你看米格魯已經上了 那ACCN這邊還是有點晚 晚了一點點 這就是一個細節 欸 這邊有一村菜你被收票啊 哎呀 米格魯菜你出大事啊 好 那 確實看起來 ACCN這邊上城堡實在慢了一點 全世界已經有一半的人都上了 那 Selan這邊是因為 圍圍牆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 喔 還圍這個大石牆 這麼兇喔 所以導致他上城堡 反正就會比較慢一點 好 那這邊又亮了一下 ACC 弄上這個城堡實在了 來看一下 還有誰沒上城堡實在 那是Selan跟這個白色 肥龍 哇 肥龍果然是 這邊 實力算是 偏 沒有那麼頂端的嗎 難怪我可以打贏他一次喔 是 不能這樣講啊 他可能今天狀況不好 所以比較晚上 好 但Selan這邊是最後上的喔 他這邊 圍了太多 發了太多村民去圍這個圍牆 所以經濟真的很差 這就是很明顯充分表現出啊 你要大圍的話 經濟就會超級差 差到一個不行 就是這種狀況 這就是我為什麼常常講說 你千萬不能拿太多維靡去大圍 你一大圍的話 你這個 時代絕對是 會比別的玩家喔 不維的狀況 還要賣得上很多 你看MAP都已經3TC都蓋好了 Selan這邊 還在封建時代啊 呵 差不多時代還沒研發好啊 都已經快要17分了 他還在這邊慢慢蓋喔 好 終於上了 16分39秒的時候上了 所以說大家很明顯就知道為什麼我要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真的是 頂尖玩家們之間的細節 你千萬不能偉大 雖然偉大很安全沒有錯 但經濟來說你絕對落後 所以盡量還是要靠自己的兵種 或是 建築血喔 去練習一下自己為家的方法 還有出一些戰毛防守 這個是比較核心一點的防守方法 那也不會讓自己經濟太糟糕的一個玩法 好 那來看看ACCN ACCN這邊是選擇上城堡時代之後 開始玩 先平蓋到這個3TC 好 上城堡時代要開輪的話 標準就3TC喔 沒有其他的方法 那4TC的話 也有人是選擇先按照地龍時代之後 再補一下第4個第5個TC喔 先確保時代先上 然後在地龍時代中後期 才開始慢慢把這個經濟補到滿 算是一個比較穩扎穩打的方式 比較不會經濟落後 雖然經濟不會像城堡時代直接4-5TC正好 但是還是一個不錯的一個玩法 好 那這邊米格魯也是 3TC開 那這邊F1 R1 也是3TC開 大概都是一個很標準式的3TC開局 欸 你看這裡就你最特點 4TC 這種4TC的很容易就會出事喔 就是很容易會有一個科技上的問題出現 但是好處就是經濟會非常非常好到其突飛猛進 那就要來看一下肥龍這邊要怎麼去做應對吧 好 那這邊 紫色這邊也是開4TC喔 但他4TC開的比較晚一點 那 不確定他是不是已經點了帝龍時代喔 才去點這個 不太可能啊 這個血液怎麼能點帝龍時代 不可能不可能 這邊也是4TC開局喔 那就會變成一個超濃的狀況 那這兩邊肥龍跟紫色可能會都會比較少 比較慢上帝龍時代 好 那來看一下 YOU YOU的話也是標準的3TC喔 通常頂尖玩家都不會去捨棄這個 迅速上帝龍時代的一個timing 好 那這邊第4TC下了比較晚一點 但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時間去補第4的TC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打全龍的一個狀況的話 通常打4TC的話 上帝龍時間都在30分左右 如果是3TC的話 我記得快一點 然後可以26分鐘就點 點帝龍時代 有點忘記了 因為太久沒有去計算這個時間 因為現在打單挑 很少去直接支撐 暴經濟開龍 所以正確時間來說 我也不太確定 怎樣才是最快的方法 但我能確定就是 3TC上帝龍是比較快的 4TC5TC上的話就會比較慢一點 好那來看一下 哇靠這邊直接開5TC 但是他們這邊都是3TC 全部運作滿的時候 才去補這個第4TC 就是前傾TC不能補太快 也是補到第4個TC 不然這個農田量 肉量會供不上TC的運作 就會斷存了 反而沒有太大意義 還不如就多灑一點錢 讓這個肉量穩定一點 好那目前喔 大概都開了4TC 開TC的時間都算差不多啦 所以肥龍這邊4TC也算開得不錯 好這邊不是4TC的 是5TC 都是打一個超濃的狀況 好那有可能是文明差的關係 因為我本來文明經濟 移動速度就快一點 所以這邊開4TC很早一點 是能理解的 好 來看一下 左邊這邊 城堡都蓋到一個高地的位置 白魄也是 都來蓋一個門面防守的一個想法 但是並沒有人想要開戰 欸這邊有一隻生侶 好這邊趕快卡這個狼 這個是在卡狼的意思嗎 喔MIPER已經撿了 第二顆遺跡啦 好這邊老頭想要來撿遺跡 結果被ACCM抓包 哎呀直接倒地 生侶MIPER的生侶直接跑到ACCM家裡啊 這個撿遺跡 撿得太太 迷目張膽了 好那MIPER這邊遺跡 直接被阻斷了 但是家裡這邊還是VIPER的領地喔 那這邊要想辦法把這個 城牆打進去 才有可能搶下這個紀念碑喔 因為那個紀念碑的話 一直沒有人靠近它的話 是不能變成其他文明的喔 其他玩家的 那最有效的方法喔 應該是用這個衝車或頭車喔 或工程器或工程塔 直接進去喔 但是我不確定兩城圍牆能不能直接進去 一城的話應該是可以喔 像這種只有一城應該是可以 但是這個兩城的 不確定工程塔或不OK 那就看一下有沒有要出工程塔 把這個兵放進去喔 搶一下VIPER的這個世界奇觀 但目前看起來兩邊 大家都沒有一個想要開戰的感覺 都沒在出兵 那這看起來 目前如何是slame喔 slame這邊確實喔 只有84存 但是最往上城堡時代的TC 自然就開比較慢一點 那兩邊都算是 啊不是兩邊喔 全部都算是一個超級暴濃的一個狀況 村民宿都已經不到一百零幾吋 才二十幾分鐘喔 這種二十五分鐘的時候 打單跳喔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村民宿喔 而這種情況的話 應該都是2627分可以上帝龍 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再靠個買賣阿之類的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還在繼續撒VIPER 很有可能會第一個上帝龍時代的嗎 看起來VIPER的經濟是不錯的喔 這邊還蓋著魔防要來打獵阿 這個細節經驗都抓好抓滿 然後這邊開始圍圍牆 要來阻斷一下 跟slame這邊的一個接觸 但沒有對ACCN這邊做出一個反抗嘛 欸這邊是要來挖石頭 那還是要圍圍牆 是來圍圍牆的 好那我們就來期待他兩邊哪邊 欸如果是VIPER先上帝龍時代 果然是這樣子 原來VIPER看起來經濟是 操縱是最好的 他的農田數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黃金數量也挖得夠多 這也不會有卡進的問題 好那帝龍時代的VIPER率先 已經上了大概2627分 欸還真的是這樣子 欸結果這裡 攻城哪 進去啦 哇米格魯直接派村民喔 跟一隻長槍兵喔 進來登山塔 然後直接搶下了VIPER的世界習慣 那很可惜喔 這個模式並沒有辦法看到 世界習慣的倒數時間喔 所以還不確定他有多少時間 可以拿下這場遊戲比賽喔 好那這邊進去之後就出不來了 只能用拳頭直接敲 這個城牆喔 欸結果VIPER直接招 呵 米格魯的村民喔 然後再用森林去補 補村民的血量 笑死 然後才要試圖這樣站回來 哇 VIPER這個第一時間的反噬很厲害 這樣確實是最快反噬對手的一個方法 反正你剩餘可以補單位嘛 然後再派幾隻 派戰車 然後又搶回來了 又變VIPER的了 呵呵呵 這場遊戲真的是蠻有趣的 好 好來看一下 唉唷這邊米格魯出了大量的這個 薩金衛隊喔 薩金特衛隊 非常非常硬的一個單位喔 他原本的防務就有三防 近遠防都是三 那點到滿的話總共是 遠防四七喔 非常高 跟格格魯的衛隊少一防 在精銳上去會更硬一點 好來看一下這邊 唉唷ACCN為了要守這塊金盧關係喔 直接把這個城堡蓋在VIPER的右側邊的一個門口 那VIPER真的是想來對保的概念嗎 那VIPER好像也蠻緊張的 唉唷你怎麼看蓋城堡蓋在我家 趕快蓋這個工程機製造所 然後來蓋這個火炮 OK 這個這個什麼 那個這個 波士尼亞的火炮是可以升級為榴彈炮的 所以工程武器的話一定是 榴彈炮為首選 唉唷 白龍怎麼 要被拆光啦 現在還沒上帝王時代呢 只剩下 那個 Slan 他比較完善 因為他太早回家了 但是 肥龍這邊好像沒有任何單位可以防守 這邊是 選擇伯伯伯 伯伯應該是能反制喔 出點火炮之類的 但不太確定啦 可能是還沒有點對話 Fight Viper 他們趕快叫他們去打 Viper 開陣 然後 Viper說 為什麼 Why 看不懂 看不懂 Viper是什麼 好 Viper 這邊已經開始在反制對手 ACCM的城堡 那 設立出了一些火炮跟巨頭 來拆這個城堡 那也設立拆掉了 那ACCM也自製 現在單位了 無力抵抗 就直接 送掉了 好 這邊終於把這個城牆給打掉了 然後 Viper居然還在這裡升起躲牆喔 這麼兇喔 連把這個躲牆也升級好 好 那升級好了之後的 Viper 可能要再想辦法把這個地方躲起來 但是 CC裡 這個 薩金特衛隊可以來蓋這個樓塔 這個 城樓 這個城樓 比一般的射箭塔 釣望塔更好一點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 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日本的8加7箭塔 是可以打贏這個城樓 所以這個城樓 有關是 也不算是塔 塔裡面算是比較特別強勢 最強勢的還是日本的 大型箭塔這樣 好來看一下右邊 這邊城堡也在互相打 那這邊肥龍 出了一些奇事 想要來反擊對手 弱馬加級兵 但級兵可能有點難打喔 但是對手這邊 紫色出了大量的級兵 那高棉的優勢就是弱很多喔 還有一氣的農田 所以這邊弱化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能還要出一些弱攻喔 弱攻打這個級兵是很好用的 好那 VIPER準備要進攻中間這一塊 世界習慣地區了 現在進入戰國時代喔 世界各國大國都在群雄之中 都在勾心鬥角的 但是我懷疑有人 有人是內鬼啊 因為蛇練跟VIPER是同戰隊的 他們兩個都不會暗地聯手啊 而且兩個都在隔壁而已喔 那VIPER也沒有去打施練 施練也沒有想用差小一的感覺喔 然後這邊金塊也沒人挖 欸這個意外的很合體 欸但是這邊西西米格魯 要來上一波了嗎 但是這邊是高地級兵加火槍兵喔 那VIPER這邊火槍傷害很高喔 好這邊開打一槍槍 哎呀 但是火砲砸下去 找不到配奏全部奇兵殘血 沒有正面部隊加持 奇兵還是有點難解決喔 那VIPER已經點下大量的奇兵在生產了 總共快要將近十排的一個奇兵生產的排程 好來看一下上面這邊進攻 大量奇兵 哇遊俠已經升好遊俠了 那這個遊俠模組喔 是現在CD國2的一個活動喔 只要完成活動任務喔 就會獲得官方模組 這個遊俠變得更帥氣了 這個有戰袍的感覺 跟騎士變得更華麗了 華麗的騎士 但是中間這個位置 大量的城樓跟遊俠又淹了過來 奇兵里的薩金特衛隊 擋不住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薩金特衛隊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血量並不是非常多的喔 只有85滴鐵 遊俠可是有180滴的 幾乎接近兩倍的狀況 但是要利用這個窄口來打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奇兵里最大的優勢是 單位硬喔 然後造價便宜 可能還是可以用這些海量的單位 慢慢的去收掉這些遊俠 這面大戰有城樓的加持 人人打下來呢 那這個城樓也升級了喔 哇血量來到2470滴鐵血量 攻擊5加7 第一射箭傷害也是蠻痛的 但是大量的遊俠被包覆了 但是薩金特衛隊的數量越來越少 因為他就需要 沒辦法支撐遊俠的傷害 沒辦法 只能繼續硬生倒地 那現在後面有抵抬金特術過來 要來攻城了 要來把這個薩金特衛隊 全部拆除之後 要來阻下這邊的世界 奇觀 但是左邊這邊 橘色也怪了 橘色這邊 來了也是遊俠 那來這邊的話 是又有 波斯是有遊俠的 那波斯這個文明 比較特別是 他的遊俠又有洛索的一個文明 正是在CG過裡面比較特別的一個文明 因為通常有遊俠就不會有洛索 那 來看一下其他戰區 其他戰區 算是小打小鬧 中間這個戰區還是最激烈的 那又慢慢的把 綠色的遊俠慢慢推回去 但是這邊 馬扎爾居然是打這個遊俠 是打這個 馬中王 很特別 但是肥龍這邊 是不是快被滅果啦 怎麼看起來 越來越不妙 戰士告急啊 他還在出這個 標槍騎兵了 這個標槍騎兵 是這個伯伯特有的單位 他是一個 可以騎馬的戰毛兵的一個想法 但是 肉量 需求量會更多一點 但是 跑速很快 而且不用升級 戰毛兵還要升級 但這個標槍騎兵 只要升級精銳 就可以用 那不升精銳也是可以 那他升精銳的話 攻擊力可以到4加4 傷害其實蠻高的 那他肯定有點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有4加3的一個敵力 他大量幾應過來 直接硬抽對方的遊俠 哇 遊俠損失非常慘重 又覺得大事不妙 這樣運患不太好 先撤退 但如果撤退的話 世界起攻又被搶走 目前世界起關是幼的 那幼的話要小心捨戀 然後捨戀這邊單位開始序了起來 雖然他是最慢軍隊成群的一個單位 像是秦果 這個 戰國時代的秦果一樣 一開始是蠻弱小的 後面蠻重大起來的概念 但是這邊 遊俠的量很多 那這邊 米格魯還有一個隱患是 F1R1 這邊也是出了大量的想要去 爭奪這個中間位置 那米格魯相關問題是 左邊是F1R1 那對面的話是右 他被夾心餅乾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邊會很難打 但是為什麼紫色的這邊 完全沒有想要搶中間的位置 反正是想要先去滅了肥龍 肥龍現在有點節節敗 現在退友案已經投降了 哇 肥龍已經覺得受不了 TC只剩下兩個 直接喊出了GG 他在從這從 戰國群俠之中 退出了歷史五台裡 這邊的話 西西里米格魯跟右 展成激烈的爭奪戰 那F1R1 這邊要怎麼進攻呢 將來差距離殼C嗎 但是VIPER這邊 加一承矛掉了 沒想到ACCM 趁人之尾 誒不算趁人之尾 就是有機會就偷差了 反正這是 超級大混戰 好 目前看起來 這三加在爭奪中間的位置 是一個問題 你的兵會往前派 那個右隊把你的幾兵吃掉 那幾兵吃掉之後 你可能就被F1R1 大量游小衝到家裡 會有個問題 而且ACCM居然也在偷差 右邊家裡 現在西里米格魯有點糟糕了 變成夾心餅乾了 直接被四國打 大量幾兵被又吃掉 F1R1後面拆巨頭 然後想要趁虛的路 攻打米格魯的經濟重地 這個黃金鐵跟城堡 右邊右側的話 農田區還被ACCM趁虛的路 這個火炮塔都建了起來 快在轟炸了 那MIPER呢 MIPER在幹嘛 MIPER在慢慢抵抗ACCM 這個嚇我不錯啊 這個榴彈炮 這個範圍 直接收掉了大量的風琴炮 這個風琴炮 還是蠻害怕火炮單位的 哇 又砸死了 這個 榴彈炮最猛就是他的射程 跟他那個 傷害範圍 你看 非常龐大 又直接換掉兩台 這邊MIPER繼續用這個榴彈炮 想要換對手的一個單位 想換得到嗎 炮一下 又倒了 傷害很高 50滴傷害 好 兩邊都在砲擊 MIPER這邊 砲一下 倒地 直接燒起來 垮了 這個哨戰 很軟的 兩巴就可以打倒了 好來看看中間 中間這邊還在交戰 兩邊都在農 但是這邊 SLAIM已經往右加 右這邊開始進攻了 我懷疑真的是有內鬼啊 我兩家串通好了 MIPER跟SLAIM完全 沒有要互打喔 雖然這邊SLAIM還是要蓋幾個火炮塔 要防守 但不確定喔 是要針對這個VIPER還是要打右 可能是要打右 欸 但是這邊米格魯喔 覺得這邊中間 爭奪可能有點爭不太下去了 有點突然攻擊 F1 R1這邊的經濟重圈 但是家裡有點巴BQ的狀況 大量的風情砲進來 而且還有火炮 在這邊慢慢推進中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ACCM對付VIPER好像有點困難 可能火炮沒有辦法升級榴彈炮的關係喔 一點節節敗退的感覺 VIPER一直在細微操作喔 用這個榴彈炮去換空襲炮 跟對方火炮的一個動作喔 你看這個細微操作 在那邊動來動去喔 互相炮擊 不是打炮 喔 講錯了 希望不要被黃標 好 好 那這邊 炮擊繼續打 這邊想說真的招起來 結果來不及招到就倒地了 VIPER的榴彈炮 操控實在太好了 一直在白換ACCM的單位喔 好 這邊 火炮也慢慢繼續升推了 那這邊 米格魯其實也蠻尷尬的 左邊要對付F1R1 右邊要對付ACCM 而且這邊城堡快被拿下了 中間的話 現在是F1R1拿下了 世界奇觀的 時間還不知道還有剩多久 有點尷尬的感覺 但是這邊喔 大量米格魯的兵隊 想要進入F1R1的經濟領地 既然中間拿不下 那我就拿你家 但是後面喔 唐蘭補償黃雀在後 ACCM也在後面 要緊跟了米格魯的家裡 做一個人形蠕蠕 人形蠕蠕沒事 我們懂了 人形蠕蠕啦 千萬不要去Google 有點母湯 好 但是右的話 目前問題是被Slan這邊牽制的走 沒辦法進去做一個 爭讀一個動作 但是Viper 好像又要來搶攻ACCM喔 看到ACCM有點抽退的樣子 並沒有 欸唷 這邊怎麼有大量的 荒情砲被Viper給收掉了 看來Viper這邊操控的非常好 收掉了滿多單位 才剛才想說他們應該沒有要打了 好結果又回頭打了一下 然後又出了一堆事情 好 但是這邊大量村民 被這個級兵開戳怎麼辦 哇 這個級兵量很大 遊俠也拿這一級兵沒辦法 目前這邊F1R1打的是遊俠 看來並沒有出馬功 瑪扎爾的馬功才是他的 哎唷 大量遊俠瞬間死去 哇 Viper的操作實在是太無情了 一炮打光阿 一大量的遊俠 哇又死了 哈哈哈哈 哎唷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No F1R1表示 哎呀 遊俠被截滅殆盡了 Viper表示舒服 瞬間出光 結果米格魯這邊經濟要越慘了 後面一直有人推進來 但是F1R1前方的遊俠被倒地了 沒有辦法再去爭奪中間的位置 Viper大大的走進來想要來爭奪世界奇觀的霸權 還是家裡F1R1還能繼續滾下去嗎 中間的大量遊俠已經被Viper解決了 家裡的話還有大量的疾兵 跟一堆肉馬衝進來了 能不能守住呢 家裡的經濟已經快爆了 只剩下三片樹去一個一塊石頭可以挖 怎麼辦呢 看起來快母湯了 而且肥龍的經濟被紫色 清得乾乾淨淨了 大量遊俠鎖在這個地區 但是有大量疾兵過來 直接運插 哎呀 這個運插的話很難受啊 遊俠會直接送光 雖然遊俠是高定 但是遇到大量疾兵的話也是無可耐可的啊 這個Counter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數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大量疾兵直接吃掉了這一堆遊俠 F1R1 F1R1 還能繼續再戰十年嗎 看起來是不太行的 連十年都撐不下了 那這邊看起來F1R1也因為 受到夾心頂竿的進攻的關係喔 導致要退出世界舞台了嗎 那這邊太狠了 才之村民 你不要用這麼多乳丹炮塔 F1R1開始在建造自己的 建築防禦公室喔 我炮塔開始建起來 要來防守中間紀念碑的位置 但是ACCM並沒有想要去跟他爭奪 反正是在拆米格魯的家裡啊 哇這真的是 螃蟹在後啊 大概5萬R1已經打下G區了 那打下G區的話 米格魯還要在G區打嗎 米格魯要跟紫色開戰了嗎 哇他們 是怎樣 秦國 秦國跟趙國開戰的一個距離嗎 有點像 直接經過衛國 跟這個 直接掠過衛國 中間這塊乳丹直接掠過去了 笑死 好那看一下下面喔 下面這邊 大量的馬弓跟駱駝 但是右這邊 好像對駱駝有點複雜 欸但是這邊又怎樣 偷偷去打紫色的村民啊 偷偷抓一下 複雜來複雜 好但是Viper遇到Selene Selene這邊會跟Viper 有一個 互相正面對決嗎 要動刀動槍了嗎 但是Viper有大量的火榴彈炮 這沒空啊可能會倒喔 而且這裡火炮 射程也開始進入了喔 有點危險 真的蠻危險喔 這裡大量的炮擊 但是ACCM也進來了 想要側進進攻 但是榴彈炮的傷害非常好 收掉了很多的風情炮 那麼大量的火炮想要進來 直接砸沒砸到 Viper的火 榴彈炮還是打到了蠻多的風情炮 然後這邊想要來蓋這個箭塔 結果馬上就被打掉啦 哇榴彈炮再砸掉一隻風情炮 非常大量 但是現在目前是兩邊夾攻的一個狀況 目前Selene在下面 ACCM在上方又在左邊 戰況非常混亂 Viper要怎麼守住中間的霸權呢 這個中間很難守得住啊 但是目前感覺Viper的防守還是非常好 這裡還有一個城堡火炮塔 什麼都有 目前用這個榴彈炮 繼續防守 好像也是個不錯選擇 榴彈炮的數量已經來到27隻了 我的天 他怎麼那麼有強 好 看起來米格魯逃過一劫 米格魯並沒有要跟ACCM開戰 反而去跟紫色開始互相傷害了 目前 四加爭奪中間 Selene也是嘗試想要進攻Viper 等於Viper 在進攻之前先處理到 右 右也是在俯視丹丹 想要去抓Selene的一個漏洞 防禦的疏失 但是右的話還是沒辦法放心 還是想要出這個工程車 去把這個城門敲開 然後再藉此進攻進去 但是Viper這邊有大量的榴彈炮 再來防守這間衝車 打掉了 打掉之後他這城門還是守得住的 好 那這個火炮台 不是火炮台 應該是有一台火炮在這裡 火炮在開始進攻這邊城門的位置 但是Selene這邊還是要小心 右的進攻 這看起來不是內拐繞 Selene還是有想要進來操作的想法 大量的火炮 跟風情炮全部倒光 哇 白粉魚用著 藉著自己的榴彈炮 有這個射程優勢在 收掉非常多的單位了 哇 哇 倒太多了 哇 這榴彈炮太強了 好 直接再收掉 再收掉 直接再砲擊 唉唷 好準 好 那來看看左邊這邊 左邊的話 有大量的軍隊想要進來了嗎 這裡有個洞了 但是時間上好像快要結束了 兩邊已經進入白樂化戰爭 那白粉魚是首都最後的一個 世界奇觀 大量的 哇 直接找到洛馬 毒彈炮直接踢踢板 踢爆了一堆右的一些新奇兵 導致這邊新奇兵沒辦法第一時間 搶下這個世界奇觀 看來這個時間越來越近 大家也是心如疾粉 心如疾粉 好 但是這邊火炮塔也蓋得起 這不是蓋我 蓋大型箭塔 想要來嘗試奪取 但是大型箭塔在流彈炮面前 如同虛射 只要來個擊炮 就變成城歸城 土歸土了 砰砰砰砰砰 全部 但下面 這邊還是沒有辦法推進 將被夾在中間 右邊進不去 右邊有大量的 電塔跟火炮塔在防守 左邊有右的城堡 雖然實在是進退兩難 完蛋 現在攻擊Viper也沒辦法 因為這邊中間搶不下來的話 就算Viper失去了所有的基地 只要中間他還站著的話 那Viper還是可以拿下最終勝率 哇Viper還偷打Selan的兵 哇 好大量 大量的 單位倒地之後 Viper也拿下來勝利 那來看他上面 上面這邊 中戰看起來 兩邊打得很開心啊 這個高明還出了精銳 奴砲像啊 這兩國根本沒有想要贏的意思 就是只是進來 互相打打鬧鬧而已啊 笑 這兩邊真的是來當亂源的 然後最後這四家是真的想要贏的喔 這個ACCN跟EO 還有Selan還有Viper 這四個是真的想要贏 那其他人真的是 真的是來陪打的概念 好那來看一下大家的一個經濟吧 其實經濟也不用太看喔 這個就是達浩玩的一個比賽 還是稍微看一下吧 經濟的話 那Viper這邊 五木頭非常多 因為他打榴彈炮跟疾病喔 確實需要這麼大量的一個木頭 那黃金上也是 那但是他的食物也是蠻多 有到五萬 那可想而知 Viper這邊 經濟操作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手推車的話 大家都差不多時間點喔 一個鑽性農的一個狀況 我就不太會忘記去點這個手推車 跟這個輪走技術 所以你看大家的經濟升級其實都差不多的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高手式的一個開局 手推車什麼時間點器大家都知道 都會在這個21分鐘左右點 說20分鐘19分 我就更早 我19分就點 那到帝王時代之前 就要先點這個手推車 然後點帝王之後 就可以享受這個帝王時代 這一段時間的手推車的一個效益 所以這個經濟就會土飛猛技 那我們就會非常非常快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